你做错事 忏悔 不能改变你做错事 那一个业力 不会改变 在安慰你 所以在安慰你以后 更重要的 其实是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绝对不再犯 这样才开始在拯救你 但是那个业力还是在 你不能说我忏悔以后 就一笔勾销 没有那个道理 但是我们现在都一面犯错 一面忏悔 一面再造 就是你那个忏悔 不是真忏悔 真忏悔是真认错 我这样错了 错得离谱 我以后绝对不再犯 那才叫忏悔 忏前言 悔后过 就过去错的 我真要错了 那我以后绝对不再犯 这才是忏悔的功德力 不是忏悔会把业障消掉 没有那一回事 那因果讲不通 敢这样讲的 谁敢这样讲 不这样讲 对吗 所以我们常常就该讲的不讲 不该讲的讲一大堆 不该讲的就是你去拜拜颤 就所有预章 就消掉了 这是不该讲的 所以我们会笑人家 以前天主教 卖赎罪券 我们佛教 连券都没有 赎罪券还要 像我们这个消费券 还要印一张给你 我们都不用 就嘴巴讲一讲 你来拜颤吧 就可以消费葬 是这样子吗 真的得诚恳地 用心地去思考一下 你才会 作对 现在我们都是 善用人性的善良 甚至善用人性的 怕受恶报 就设计一些方法 比如你多做善事 你多布施 你多什么 当然布施有布施的福报 布施有布施的福报 那布施不能取代 贪取 贪酌 榨取 不能抵 不能抵消 所以 我们现在常常 都有 你们那边有没有什么 拜什么颤 就想说 如果有办那种法会 他要来参加 可以消业 可以消灾 如果要迎合他们 当然 我没有办 那问题是 你这样办 你拿得了人家钱 没错 你消得了人家业障吗 你能承担吗 你敢承担 你有能力承担吗 所以想一想 当然你就不敢 所以 我常常讲说 我是最怕死的 最没有胆量 因为 我晓得 那个要承担很大的业力 所以 就最好不要了 所以 当然 这样讲 讲到底 如果我们执着 你就什么事都不用干 其实不是 什么事都要干 而且 众善奉行 积极地去行善 而不是行善 可以抵恶业 这是两个 很严肃的问题 行善不能抵恶业 行善是善的业 造恶是恶的业 不相抵 但是我如果 慢慢地都行善了 我就没有机会造恶 那个恶就 仅止于那边 受报就小报 你 三叶强 简单这样说好了 比如我现在一直赚钱 我赚了一千万 我过去 小时候 跟人家借了一千块 当然要还 你有一千万 你还一千块 根本就 很轻松 对不对 当然你还是还了 你不能说我有一千万 一千块不要 这个小 连那个都要 绝对不能这个样子 所以很多因果是历历分明 不能随便讲 他就是那么清楚 不是有你的意志在说的 你必须要说实相 如是因如是果 把它讲清楚 这样才不会误会 我都对人家那么好 怎么还有恶报 你对人家好 有善报没错 但你过去呢 你过去对人家不好 当然现在有恶报 怎么还在那边怀疑什么 你还有什么好怀疑的 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这个就是政治正见 所以我们学佛是要学到政治正见 你才会如实地看待所有因果 这样子才不会犯错 才能够了 就是销了你过去的业障 而不是拿你的善 要来抵抗业障 没有 是拿你的善作为资良 你有能力去还债 我天天小时候被霸凌 我觉得那个很不好受 所以我开始练身体 练得很强 他看到我还是要霸凌 结果一打下去 被我弹掉 以后他就吓跑了 就这个样子 以前是打你 你就求着 所以他更想打你 他现在看打你 你连反应都没有反应 而且一副很轻松的样子 他吓都吓死 不要他 叫他跪他就跪了 就这个样子 你也不用打他 所以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要有实力 才有办法解脱 再讲简单一点 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球 要把这个球的气 给打饱了 才有弹性 才能解脱 你不要扁扁的 一点质量都没有 而且也不想要 跳到哪边去 我那天看那个 新智在那边踢箭子 他拿那个 大业懒人的那个果实 在那边踢箭子 你晓得 那个果实 根本都不圆嘛 所以你踢不到两下三下 不是你技术不好 是他厉害 你踢他 那他怎么跑 你完全做不了组 所以他不是箭子 他不能照你的意识 那我们为什么会 很多东西 科学就是这个样子 慢慢把那条件弄得很有头绪 你就能掌握这些因缘 你就可以掌握那个果 如是因如言就如是果 他结果就这个样子 跟你踢足球一样 你技术练好 你要踢哪一个角度 就有哪一个角度 因为他 球他是圆的 所以完全能够控制 他是均匀的圆 所以你怎么踢他 他就怎么反应 如果他不圆 像橄榄球 橄榄球就比足球难多了 因为他 弹下去的时候 他往哪边跳你 不晓得 但是足球呢 他一定是 你怎么踢 甚至要他旋转 要他 有那个克服 踢球门踢得很高 然后突然摘下来 都可以 跟棒球一样 棒球因为圆 所以你手指头一动 他球就跟着转 所以 我们如果懂这个道理 那当然 就越来越行 对